1月13号除了是很重要的投票日之外 大家也要来关心血液安全存量的问题 农历过年前一个月是全国的捐血月 而血库的安全存量要从7天提升到10天 因此也提醒所有返乡投票的民众在投完票之后 是不是也可以抽空前往捐血 每年农历春节前一个月就是全国捐血月 为因应春节期间国人用血需求 储备农历春节期间医疗用血 血库安全顾存量需从7天提升至10天 是逢13日周六是第16任总统副总统 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投票日 华联捐血站呼吁返乡投票相亲 热血返乡投票同时也抽空来晚数捐热血 血液基金会在每一年的农历过年前一个月 今年是1月8号到2月8号 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们把它列为捐血月的一个活动过程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血液基金会 有特地去做了一个我们全台湾在民国63年的时候 全台湾第一台的那个捐血车的一个微型积木 来送给捐血成功的好朋友们 我们希望在捐血月能够提升到10天的安全库存量 就是大概4天 那那个AV型 O型跟AB型也是大概就是4天多一点点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平均Balance下来 就是不到就是大概就是3.9天的状况 那其实花莲这样子一整年下来 我们平均每个月的缺口大概有600到900代左右 这些都是要靠台北捐血中心来支援 可是因为现在全台其实都在缺血的状况 像今天台北捐血中心呢 也就只有5天的那个安全库存量 所以希望我们的民众呢 能够踊跃的到我们捐血站这边来捐血 华莲捐血站表示 目前每月募集约3000代的血 但用量在3800代左右 不足的血就必须向北部掉肚 但今年北部也缺血 增加了掉血的困难 目前华莲血顾库存量3.9天 部分血型不足4天 而捐血运动迈入第50个年头 多个单位持续响应捐血 就有单位捐血成功 赠送麦当劳套餐餐券等好礼 期盼更多民众玩就响应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